电动机长期以来在汽车核心部件中扮演着无声的战士 它的每一次升温或冷却都无情考验着材料的极限电流的稳定 以及驾驶者对爱车能否经受住沙漠酷热或暴风雪严寒的信心 如今埃隆马斯克揭示的2026年特斯拉电机升级方案 预示着这场与极限的博弈即将画上句号特斯拉描绘的 未来电机不仅能从容应对极寒酷暑 彻底消除脑人震动 甚至能在短短90分钟内完成核心部件更换 更令人瞠目结结舌的是 其制造成本仅为当前电动汽车电机的三分之一 究竟马斯克是如何实现这些看似不可能的突破的 在深入探究这些工程奇迹之前 我们想先对您说 正是像您一样对深度解析充满好奇的读者 驱动着我们每一次不浮夸不营销 只求真知灼见的探索 如果您已厌倦了市场的喧嚣 渴望获得关于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的清晰洞察 请立即订阅并开启推送提醒 加入我们这个洞见纷扰之外的社群 征服冰火 无惧极限温度的动力之心 长久以来 驾驶者都深知严寒与酷暑 是车辆最凶险的敌人 低温下 电池性能衰退 机油筹制 一切运转都变得沉重 高温时 引擎喘息 线路过热 部件罢工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 特斯拉2026款电机的设计理念 仿佛天气本身就不存在 这项突破性技术令人震惊 这台机器能在 负40摄氏度至正200摄氏度的 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 这些数字不仅冲击着我们的认知 更重新定义了汽车电机的耐受极限 在零下40摄氏度 多数电机功率衰减高达25% 而特斯拉电机仅损失不到5% 当温度飙升至200摄氏度 普通合金开始变形 绝缘层濒临融化时 它却依然运转如常 毫无异样 特斯拉究竟如何做到 关键在于金属内部的革命性创新 特斯拉采用了工程师们称为 自适应金格力学技术 简单来说 这种特殊金属在受热或冷却时 会产生微小的形变而非断裂 想象一下钢铁能够呼吸 而非硬生生断裂 正是这种微观形变 确保了所有部件在剧烈温度波动中 从极寒到酷热 始终保持完美对齐 包括磁铁 线圈乃至整个电机结构 外部防护同样独具匠心 特斯拉摒弃了普通铝材 采用了碳陶瓷外壳 这无异于给电机穿上了 坚不可摧的防护装甲 它不仅能承受高温 更能有效反射并散逸热量 特斯拉测试显示 该材料在高达2100摄氏度的 极端高温下依然毫发无损 这相当于火山熔岩温度的两倍 冷却系统的精妙之处 特斯拉的冷却系统更是技术杰作 它摒弃了单一的制冷方案 转而采用双回路设计 其中一个回路使用低温冷却液 即使外部环境严寒 也能保持液态 确保车辆在-30摄氏度环境下正常启动 另一个回路则采用空气制冷 专为电机在高温高负荷运转时提供支持 真正令人惊叹的是 两个回路之间存在实时交互 传感器每秒交换数百次数据 动态调节压力与温度 其效果显而易见 即使在重载牵引或长距离爬坡工况下 电机仍能持续输出 满功率超过两小时 才开始考虑降速 相比之下 多数其他电动车电机在同等负荷下 仅能维持约45分钟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 这不仅关乎性能的稳定性 更在于电机寿命的显著延长 高温和低温对机械的损耗 远超其他任何因素 通过平衡这两种极端环境 特斯拉不仅提升了效率 更将电机寿命延长至少2到3倍 这意味着更少的维修需求 更少的性能波动 无论您穿越阿拉斯加的暴风雪 还是内华达的酷暑 驾驶体验都能始终如一 消弥震颤 让动力澎湃 却无形无击 当极端温度都无法摧毁这台电机时 下一个需要攻克的敌人 就是震动 这个微小而无形的颤动 困扰着电动机整整一个世纪 高温能溶毁机器 这是显而易见的破坏 但震动却能悄无声息的 从内部将其震解 因此特斯拉决定攻克下一个技术前沿 特斯拉如何打造出 即使全功率运转也无震动的电机 多数人可能以为电动机本就静默无声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它们低迷 它们震颤 当扭矩飙升时 你仍能通过车架感受到细微的脉动 仿佛机器正试图掌控磅礴的力量 这种震动 不仅制造噪音 更侵蚀着轴承 对其精度 及长期效率 这也是多数电动车电机 在行驶10万英里后 失去平顺性的 根本原因 特斯拉2026款电机 通过一项颠覆性设计 攻克了这一难题 它并非抑制震动 而是从源头上消除震动 其核心技术被称为 浮动式转子对齐系统 与传统设计将转子轴线固定不动不同 新型电机允许自身 在扭矩负载变化时 进行微米级的自动调节 它依靠磁场张力 而非机械压力来维持平衡 这意味着转子在受力状态下 能自主寻找最佳平衡中心 特斯拉早期实验室 数据显示 仅此一项改进 就是机械振动降低了近68% 这种差异 并非仅能通过听觉感知 而是完全感受不到 地板不再传出嗡名 爬坡加速时消除了细微震颤 传动轴几乎不产生扭转疲劳 由此实现了更长的寿命 更平顺的运行 并减少了对支架齿轮减速器 等周边部件的磨损 特斯拉估算 新型电机配置可将传动系统耐久性提升至120万英里以上 约为当前电动汽车电机性能的两倍 其次是规模化效率提升效应 消除振动后 内部摩擦与机械阻力造成的能量损耗大幅降低 看似微小的改进 在数百万辆汽车中却意义重大 特斯拉内部预测显示 仅此项机械优化 就可能使整车续航提升4%至6% 对于标准版Model 3电池组而言 这意味着无需更换单个电芯即可实现约20英里的额外续航 纯粹源于震动损耗的减少 这不仅仅是关于数据更关乎驾驶感受 特别是经验丰富的驾驶者将立即感受到差异 起步更平顺 加速更静谧 彻底告别早期电动车标志性的突兀动力冲击 车辆不再像是在对抗物理定律的机器 更像是由某种无形力量驱动的滑翔机充满活力 却全然从容 颠覆维护90分钟心脏更换成本骤降 当你打造出能无聚冰火侵袭运转平顺至极 即使全扭矩输出也几乎无振动的电机时 下一个问题自然浮现 当它终究损坏时会怎样 坦白说万物终有终结之时 轴承会磨损 磁体可能偏移 密封件会失效 这不过是物理定律的必然 真正的魔法不在于永远避免故障 而在于让故障变得易于修复 特斯拉2026款电机的突破 正体现在此 它不仅更强劲更智能 更具备模块化特性 整个系统可拆分为三个独立单元 转子定子单元 电力电子模块 以及冷却与热管理模块 每个部件均可独立拆卸更换 如同更换打印机墨盒 而非重建整台引擎 对比之下 当前多数电动车更换驱动单元 需耗费6至9小时工时 若需拆解甚至可能耗时整整两天 特斯拉的解决方案将维修周期缩短至90分钟内 从故障诊断到车辆恢复行驶 通过将电机核心部件 视为独立的乐高积木 特斯拉将维修时间缩短约80% 平均维修成本从8000美元 骤降至3000美元左右 具体取决于车型 这不仅为车主节省了开支 更显著提升了特斯拉的盈利能力 每个模块均可预先测试 包装并作为集装集用替换件发货 无需繁琐诊断 无需完全拆解 这意味着服务中心效率提升排队时间缩短 闲置车辆减少 但真正的价值在于长期效益 一款能抵御极端温度 避免振动疲劳 且最终故障时 更换耗时不足两小时的电机 这不仅是可靠性 这是将可维修性融入了设计理念 这正是特斯拉多年来 在软件领域秉持的思维方式 不与问题对抗 而是隔离并更新它们 不同之处在于 如今这个理念 以具象化为冰冷的金属 电动未来 势不可挡的驱动核心 那么所有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电动机 这个我们多数人 从未细致关注的部件 已悄然跨越了新的门槛 一款无惧冰封或沸腾的电机 它不会轻易损毁 不会产生脑人振动 还能在不到一个半小时内 重获新生 这就是埃隆马斯克 正在构建的世界 问题来了 您认为这是让电动汽车 真正势不可挡的突破性进展吗 它将如何影响您 日常的电动车生活 如果这期深度解析 对您有所启发 请点赞订阅未来科技 并点击小铃铛图标 我们将持续为您深度解析 特斯拉2026年路线图的更多细节 相信我 您绝不想错过后续内容